好吧 好,那我交給你哦 好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臨時黑板 這是一個Hack Folder的改良版 它的目的是做出一個有大量分享網址的 有脈絡的大量分享網址器 那它原始的動機呢 就是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用Hack Folder是非常令人驚豔的 因為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把網址放到網上 然後寄一個網址 就可以等於寄很多個網址 包含資料夾寄給別人 那臨時黑板也是在G0V的開源專案 那麼它跟Hack Folder類似 但是呢 有一些改良的功能 比方說它可以用關鍵字搜尋別人創建的黑板 那這個功能就很重要 因為Hack Folder是非常獨立的 你每個人做的東西別人都不知道 那當你可以創建的時候 好比說有人創建物理學 有人創建數學 有人創建 CSS有人創建HTML 大家互相之間就可以去找到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之間還可以設定關聯性 就變成了一個網路的一個知識庫 在這個知識庫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跟偏鄉的小朋友分享 把它跟任何我們的學生分享 或者是G0V的新手 或者是想要學前端設計 或者是後端設計的人 只要使用者越來越多 在上面的網址越來越多 那這樣子能夠分享就會越來越多 那另外 他也有珍藏的功能 有備份的功能 然後呢 另外每個超延節都有自己獨立的網址 所以當你要在Facebook 或別人 Line上面跟別人分享 一個特定的網址的時候 你可以連同整個黑板一起分享過去 那這樣子的話 收到的人他就會看到一個畫面 我把畫面分享一下 收到的人他就會看到一個像這樣子的畫面 比方說這是CSS 那 小巴小巴 你現在看不到你的畫面喔 有有有 現在看不到嗎 這個好有 比方說這是CSS的臨時黑板 那 我如果 有人說 請教我CSS 那我就給他一個網址 那給他一個網址 那給他一個網址的話呢 他看了可能還是不知道這是在幹嘛 可是我如果給他一個 勾辦.tw 僅號c.css 斜線css00的話 他就會看到一系列的網址 而這一系列的網址呢 他就可以看到說 有層疊樣式表 有入門教學 有CSS辨把系 有各式各樣相關的東西 然後呢 而且 在這裡面他還可以設定關聯性 比方說我們在這邊 設定了他的關聯性 說他跟 view 跟html 跟javascript 等等有關 那麼 他在CSS這邊呢 他就可以 從關聯性這邊知道說 他要如果要學CSS 他應該也要看一下什麼是HTML 那麼 HTML這邊的教材還沒有放很多 因為 目前 在使用者 並不是很多 所以我希望 有多一些使用者 可以來一起把網址蒐集起來 然後來編輯教材 那這個是 呃 我在這邊分享的目的 那我現在回到那個 HackMed那邊 那邊 呃 OK 所以現在網站的雛形已經做好了 當然視覺設計的部分還有一些不足之處 然後創建的功能也有了 關聯性的功能也有了 珍藏備份的功能也有了 那網址範例 大家可以自己看 那目前開發中的是行動版的APP跟瀏覽器插件 然後還有網站的優化 然後還有網站的優化 那坑的部分 我現在這邊主要真的是 呃文件寫手 前端工程師 設計師 然後會有興趣使用 數位教學的教師 然後還有一般使用者的測試 然後這裡有錯誤回報的頁面 那我這個HackMed的 的 共筆頁應該要起到哪裡會比較好呢 可以讓大家看得到 你可以直接放在提案表的那個 右邊 提案表右邊的共筆連結 呃 對你已經有放了嘛 在提案表的右邊 你的提案的主題的右邊 對對 那我在Slack這邊再貼一次好了 你可以在General跟在Random0都貼一次 OK General 跟Random 有一個Thread叫做Random 有個叫Random 然後O換成0的一個Channel Random OK 呃 JoinChannel 好我再貼了一次 那 所以現在目前主要 呃在真的就是 文件寫手 有前端全端工程師設計師 然後還有 呃 數位教師 一般使用者 那我希望這個工工具做出來之後 也可以給居靈 與其他專案的人一些幫助 也就是說其他專案如果要 真人 或者是要把他們的 呃 作品 HackMed等等 因為現在有很多東西都是有一大堆網址嘛 那 把它收集起來的話呢 就可以開成一個 臨時黑板 那 有人可能會問說 那我為什麼不開個HackFolder呢 我怎麼要開臨時黑板呢 那事實上 HackFolder跟臨時黑板是有很大的相容性的 在這邊我有寫到說 呃你可以用HackFolder開啟臨時黑板上的資料 你只要輸入黑板的名字 在HackFolder上也可以開啟臨時黑板上的資料 那相對的 未來你也可以把HackFolder的資料Copy過來 Copy到臨時黑板上 他們兩個的後台都是EaterCock 所以他們是有相容性的 你不用擔心說你選擇了臨時黑板 你就不能用HackFolder這樣子 呃我的短講不知道還有多久時間 還有94秒 OK 那這94秒的時間 呃 我想 實際上操作一下 給大家看看 目前的網站的版本 我從首頁進去好了 OK 在首頁進去的話 他會 呃 有看 OK 首頁進去的話 他會 我的珍藏會變成一個比較快速的 我現在珍藏的部分是CSS 高班intro跟臨時小學校 這是我感 OK 這是我感興趣的部分 那你可以打關鍵字搜尋 他會自己跳出一些常見的東西 比方說如果你對 Code 編成是有興趣 那你可以打信號就把它加入我的珍藏 然後只要打進去 你就會看到 呃 它顯示出來的樣子 然後有一些目前的東西 那有一些東西不能在iframe上顯示 所以他這邊 呃 你可以在 EitherFork的編輯介面裡面 在C欄寫上blank 他就會 在點的時候 開心分頁 你也可以在這邊按開心分頁 OK 所以點的時候呢 他就會開心分頁出來了 這個分頁當然 就不會被看到 那總之 Folder跟HackFolder一樣 他可以展開縮小 然後他可以看相關性 然後 好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